回到国内旅展才落幕 现在中部十家知名饭店 又联合推出了超优惠的活动 中部十大知名饭店的最高行政主管 戴上黑帽 穿着西装 推出行李箱 扮演Doorman 台中好好玩 好好玩台中 原本都是竞争对手的饭店 这回骑拼台中的观光业 推出一泊二十的好康优惠 现在政府有说到2015年 它马上会有个就是千万的观光客 会到台湾来 现在已经有600万的观光客了 那我们期待台中能够做好一个整合 像是长荣桂冠原价一万二 福华饭店和御元花园 一万出头的住宿家餐饮 现在都只要4888 还有饭店推出续住3000元的优惠 或是免费的温泉泡汤券 便宜的价格食材并没有打折扣 来自古巴的龙虾 五股葫芦鸭 酱爆蟹 每天现捞现送的海鲜大餐 还有这个用巧克力金箔装饰的甜点 全市桌上菜 我们全馆有三个餐厅可以选择 我们有亚欧的buffet 那京元的中餐厅 还有高地的甜板烧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有包含了这个午餐 以及早餐的这个食用 价格来讲应该是比旅展还优惠 中部精选出来的十家饭店 平常一泊二十 基本价格都要上万块 这次响应台湾千万观光大国的目标 从10月15到12月15号 价格都便宜一半以上 降价品质不减 势必又会掀起一波旅游热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中采访报道